大家好,又來到一個人發握瘋的時段 今天要開一個新的系列 叫做老婆大件事 那之前一兩個星期 我老婆就玩了一個實驗 算是人性大膽的實驗 都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代價就去付出 我也有收穫 收穫是得到不少製作視頻的話題 或者我自己創作的話題 講一講其中一個在實驗進行期間所得到的東西 這個大件事我都會說是甚麼回事 不過現在先講講我所得 那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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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朋友聊到... 聊到... 聊到... 嗯...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開始 因為... 突然跳進去好像很奇怪 不過...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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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快刀 膽亂碼 其實是講一個人... 朋友的人際... 關係 不算人際關係 不算人際關係 我們怎樣去看一個... 朋友的... 關係 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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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樣形容他的 整個對話 其實我是這樣形容他的 好... 嗯... 嗯... 作為一個朋友呢 基本上你對我呢 基本上就好像一間診所那樣 嗯... 嗯... 你的門常開啦 那... 你甚麼時候都會歡迎我 我要去見你 其實我甚麼時候都... 你都會歡迎我去見你 奈何呢 嗯... 嗯... 你的診所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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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朋友真的開診所 所以我才拿這個診所作為一個... 嗯... 例子 那... 他又真的開診所的 那... 那... 我講... 其實... 你就好像一間診所那樣 你甚麼時候都... 對我們... 門常開啦 甚麼時候都歡迎我們 奈何呢 要見你呢 要拿醜排隊的 就是拿號碼排隊 那也對啦 那... 嗯... 排在我前面的人呢 就有... 你的家人 嗯... 你的丈夫啦 你的子女啦 你的兄弟啦 你的父母啦 以及你的朋友才排到我 那... 理論上呢 基本上我終有一天都會排到的 對嗎 因為排號碼 但是... 這個故事又不是正式... 嗯... 好像診所那樣有一天都會排到的 因為為甚麼呢 前面的人他們見了你之後呢 他們呢 他們重新拿號碼的時候呢 不一定排在我後面的 是嗎 可能排在我前面的 那... 有些更加是... 可以掛急症的 譬如說 你的孩子啦 你的孩子 有病痛 你當然是第一時間見他 所以... 我跟一個朋友說的是 其實我明白 你對我們... 對我這位朋友的... 心意 我都明白你是... 永遠都會... 門上開的 只不過... 排隊排不到我而已 沒有 那... 我這樣說 其實... 我不是想令他難過 或者... 我想... 我想... 諷刺他 或者甚麼 其實我是希望他真的可以... 看清楚的事實 從而... 對自己少一些... 呃... 內疚的 因為... 談起的話題的時候 我現在想起了 談起的話題的時候 其實他是覺得自己... 作為一個朋友對我們做得... 很少事 那... 其實... 我... 我... 我根本不要求他做任何事 我也不覺得他需要為我做任何事 反而我... 我這樣說 其實我希望... 我不知道有沒有起到我的效果 那... 達到我想要的效果 但是我這樣說的最主要目標 都真的想希望的是... 嗯... 他可以好過一些 所以... 兼且... 他... 他... 他明白到... 其實... 他作為一個醫生 去一間診所 去一間... 一天二十四個小時 去一間這麼多客人 那... 病人啦... 那... 輪不到我也很正常的 那... 我也不會怪他啊 那... 我也明白... 如果一天我真的掛急診的話... 他一定會讓我先看的 我... 我相信... 那... 平日我也沒有掛急診 我不會... 特意去要求你要... 給我排行先... 見我先問 所以我說... 嗯... 基本上... 他們都是... 好像... 我大部份的朋友都好像開診所一樣 對我永遠所謂的門常開的 他們一定會的 只不過... 排不排到我... 那... 就... 好看... 機緣巧合 那... 也不是說他不想見我 畢竟也是那一句 一間診所開出來 醫者父母心 一定... 不會... 不想見那些病人 或者不想見那些病人 但是... 病人有這麼多 每天... 都有人排隊 排不到你 都血不上的 所以... 對... 所以說... 他們... 作為一個朋友 對... 他們作為我的朋友 他們對自己的門是常開 不過... 就... 很多東西排在我前面 所以... 令不到我 那...至於我對我的朋友又如何呢? 那... 在我寫稿的時候 我自己想想 那... 我去見他們的情形是... 他們是診所 我是病人 不要排隊掛醜 那... 然後... 那... 那... 那我是什麼呢? 如果他們見我 那... 我想... 其實... 都適合的 這個... 說法就是... 那... 那... 大家都知道 我本身就... 對藝術... 不敢說有... 躁危或者什麼 但是...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是... 流著... 一個... 藝術家的血 那... 那... 我不敢說有天分 但我真的有興趣 那... 那... 其實... 做視頻也是我自己認為的一種創作方法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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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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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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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似乎一些話傭呀... 那快樂都不�了解它存在 你也不可能理解... 咯... 那今天... 我有... 那個時候... 去画龙看画,你不会的 基本上就是那种人 我的朋友的时间 其实都会想给他的亲人 给他的儿女 给他的朋友 从来就不会想到我的 所以就是这样 他们基本上不会想到我 第一,画龙有这种效果 第二,有偶然也会有人走进画龙 但是这些人很多时候 就不是真的对画龙有兴趣的人 是不是? 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旁边在排... 珍珠奶茶 排得很热 又没到Number之旅 走过来吹喝来找风 或者等进戏院 未到时间 有家画龙就走过去 吹吹冷气 是不是? 打牙教一两句 当然画龙的人 通常对客人都会比较好招呼周到 如果你愿意给他招呼 所以他都很愿意来接受你的招呼 对了 就是这样 对吧 一平日都不会想到的 二就是用你放下时间 用你放下时间 拿来吹冷气 当然你说画龙有没有真正的指引者?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画龙的人 真的会结架到一些很心脚的朋友 即是客人 所谓的 起我们的情形是一个朋友 但是很少 因为毕竟 有时候是曲歌和寡 所以我认为这个形容 其实挺贴切的 就是我的朋友其实都是陈所 很多人用字要去见他 所以排他排不到我 而我在朋友的心目中 就像一间画龙一样 平日都不会想到见 平日都不会想到要去看他 是当要撕一下时间 又要吹一下冷气 你进来看看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 这样去形容朋友对我的看法 或者我这样去形容朋友 是不是在讽刺他们 觉得他们对我不够好 其实我不是这样要讽刺 因为毕竟 作为一个画廊 你这样去讽刺 你不会拿到更多的客人 反而我比较像 是想大家 我真是忠心希望 大家真真正正去了解到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你不需要对我 或者我的老婆 他有什么感到内疚 平衡又说 没有什么要找我们 因为其实我们都很明白 你也有东西 你看 你这个小孩 有考试 有病 有读书 你没有人 补习班 不知其他 你没有时间是应该的 那我都不会 作为 其实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介意的 说真的 我不会出一个帖子 说 有一天你的朋友离开 你就会知道 你的朋友 才重要 我不会这样去抓换你的 我很好明白 你没有时间给我们 是真的没有时间给我们 所以 是的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感到 遗憾内疚 我什么都不需要 你只需要去接受 你只需要接受 我们 是这样去看你们 那就足够了 用画狼作为一个例子 那么 你当我画狼 一天你走进来的时候 难道我告诉你 我不当你是客人吗 你就是 我不当你是朋友吗 我觉得我不会 至少我不会先 你任何时候 任何一刻 你打通我的电话 你一定找到我 我一定当你是朋友 无论是十年 没有接触过 每天都没有电话 你只要一刻 需要我 需要我 那么可用的 类型的服务 帮忙 我帮得到 我一定不帮 我一定不当你是朋友 所以 你不需要说 平日都没有结交 有一天要找我帮忙 我不好意思 我不是这样去看东西的 我觉得我当你是朋友 我觉得我们的交情 可以去到我需要帮忙 我找你帮忙 我会帮忙 我不理我 可能两三个月 没联络过你 或者没有接触过你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朋友不是用 有很多费观 有很多频密的 去联络或相处 才会叫朋友 如果你问我 所以 嗯 是的 所以 嗯 这个算是我自己的独白 所以你看看节目 题目 每个节目 标题 我都明明为一个人 一个人在发一封 一方面 我希望朋友好过一点 一方面 我觉得 这个形容是挺有趣的 把一个朋友形容为 他开诊所 我将他自己形容为 一间 画廊 我觉得挺疲借的 因为他是做医生 真的开诊所 而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艺术家 留着一个艺术家的血 开画廊也挺贴切 所以 也都 所以 朋友开诊所 所以他就 相当之 假财 满贯 我们这些死窮鬼 艺术家 开画廊 我个人认为 就不会发达 换眼帼 就 Scientology 是有此外 大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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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有 所以我认为 这样教练的一切 实实在在是 轻轻実一切 fully 这次 今天就这么说 好了,這算是老婆帶一件事的第一集 接下來,我會繼續說我在中間的一些得著 一些想法、啟發 和大家分享 最終做一些視頻,我都明白看的人不會多 知道有原因,如果你一天放不下 你可能看了我的視頻,你會有另一種想法 畢竟,我自認我的想法和大部分人都不一樣 我希望可以給你另一個慘口的價值 至於你自己怎樣去詮釋你自己的問題 我只是希望可以給你一些不同的聲音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一個老婆帶一件事,我們再見 拜拜